原来没机枪没导弹 全身哪怕一件攻击性武器都没有 这款战机照样能在一瞬间对敌人造成毁灭性打击 它就是来自前苏联最具有神秘色彩的M25音爆战斗机 仅仅只需要在低空进行超音速飞行 就能通过产生的音爆冲击波 对敌人造成大面积的杀伤效果 冷战时期 互为对头的美国和苏联一直在各个方面较着劲 寻求超越对方的方法 以便两国达到各自的战略目的 尤其是在军事领域 他们互相超越不分胜负 如美军的F-100战机和苏联的米格19战机 均为双方超音速战机的起点 首飞时间仅相差四个月而已 这样平衡的局面 直到美国率先研发出能够以两马赫速度飞行的B-58轰炸机以后 才被打破 仅仅只是到了50年代末期 苏联就已无法在战略轰炸机领域超越美国 也无法在航母领域跟美军分庭抗礼 这时苏联开始着急了 想尽办法想要缩短与美国的实力差距 其中苏联理论与应用力学研究所所长斯特拉明斯基 在看过米格21飞过农田掀翻土壤和干草的场景后 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音爆能否成为战机的武器 他认为超音速战机低空飞行时产生的音爆 可以对地面的士兵或装甲部队产生极强的阵列打击 在战场可以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不过在详细了解M25项目之前 大家知道什么是音爆吗 多大的音爆才能致人死亡 飞行器在空中的飞行速度向上突破到超音速临界点时 会产生强劲的冲击波 这种冲击波传到地面时会形成如同雷鸣的爆炸声 而这种爆炸声就被称为音爆 同时我们也能观测到战机周围的音爆云 这是由于在击波面后方 由于气压增加而压缩周围空气 使水气凝结形成微小的水珠 看上去就像云雾一般 而这种音爆在通常情况下 不会对地面人员造成怎样的伤害 但如果战斗机在低空超音速飞行时 冲击波带来的音爆破坏力绝对是毁灭性的 窗户的玻璃会瞬间震碎 人体的器官也会被震出内伤 美国航天局就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将一架客机以两倍音速 分别飞行在16000米和1万米的高空中 测试它对地面所产生的压强 最终结果显示 客机在16000米的高空超音速飞行时 所产生的音爆对地面产生的压强达到100帕 相当于给一块1平米左右的玻璃 施加了10公斤的压力 而当客机在1万米的高空时 所产生的音爆对地面的压强高达300多帕 是16000米时压强的三倍 可见飞行高度越低压强就越大 破坏力越强 因此在国际的规定中 超音速飞机在飞行时不仅被限制 飞行高度不能太低 同时其航线也要尽量远离居民区等 至于多大的音爆能让人致死 据数据显示 80分贝左右的音爆就足以让人产生非常不适的感觉 150分贝是目前人体能接受的最高音爆 如果高出这个数字 人体的血管将会被完全压碎 而斯特鲁明为了研制出符合心意的M25音爆攻击机 他找到了苏联航空史上举足轻重的设计师 米亚西舍夫来共同研制 米亚西舍夫当时是苏联中央空气动力研究所所长 在上世纪设计出多款新奇的飞机 其中包括M50轰炸机、M17侦察机等 米亚西舍夫在了解到音爆武器的设计思路后 他们两人一拍即合 开启了音爆攻击机的研发工作 并将项目命名为M25 M25战机与传统飞机的设计有着极大的不同 以往的飞机在机身设计上 会尽可能保证气动布局的合理性和线条的流畅性 从而减小飞行阻力提高效率 所以其产生的音爆会相对较小 但M25却反其道行之 不但不减小阻力 反而在机腹下方 安装了一个用来增加空气阻力的臂架 M25的机身外形非常的扁平 机身前端和尾端分别有一对压翼和一对垂直尾翼 机身长39米 翼展25米 在其进行超音速飞行时 这个臂架会向外伸出 为其增加60%的空气阻力 从而让M25产生更为强劲的音爆 加强冲击波对地面的打击 而为了让M25能达到超音速飞行的速度 研发人员专门在机尾的尾端 为其设计了4台高推力引擎 使其有足够的动能来产生音爆 据研究人员的设计推算 M25战机在50米的高空 以1.4马赫的速度进行超音速飞行时 其产生的音爆效果就高达上百分倍 足以使敌人失去战斗力甚至至死 如果研制成功 那M25战机将成为世界上第一种 不需要携带武器 只要飞得够快 就能杀伤敌人的音爆攻击机 然而不幸的是 M25项目却始终停留在纸面上 其研发工作即便一直持续到1972年 但所有的测试结果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最终只能无奈下马 而之所以会失败 首先就是动力系统的问题 M25产生破坏能力时 需要1.4马赫速度 但当时苏联最新型的AL21F发动机 只能将M25战机加速到1.15马赫 达不到预期设定 发动机性能不足 就无法做到超强的音爆攻击 这就是导致M25胎死腹中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M25的音爆攻击方式局限性太大 只能选择在相对开阔的地势作战 如果到了山区或者临地环境 M25的低空超音速飞行 那基本上就是自寻死路 地形起伏不定的山区环境 加上当时有没有地形测绘和自动驾驶等飞控系统 即使飞行员的技术再好 也难保不出意外 所以M25项目最终只能下马 而在现在战争中 各国空军利用战斗机低空飞行制造音爆 达到作战目的的事情其实并不新鲜 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 美国空军中校林奇就曾驾驶F16战机 利用音爆解救了几十名被伊拉克士兵围困的英军士兵 2003年3月30日 林奇中校奉命前往支援 被大约500名伊拉克士兵包围的52名英军特种部队士兵 他从无线电中听到英军士兵的处境越来越不利 除非他轰炸伊拉克士兵 否则英军士兵可能会被伊拉克士兵歼灭 然而当晚能见度很低 尽管他与另一名F16战机飞行员有夜视镜 但仍不足以分清敌我 于是林奇中校灵机移动 打算利用F16战机产生的音爆来攻击伊拉克士兵 于是林奇中校在云层的掩护之下爬升到高空 接着以音速向下俯冲 并在3000英尺高的位置向上拉升 进而将音爆推到他认为伊拉克士兵所在的地方 由于音爆带来的巨大声响 伊拉克士兵误以为F16战机空投了炸弹 或发射了导弹 于是四处逃窜 被围困的英军士兵也得以趁乱逃走 不过林奇中校驾驶的F16战机 最后被伊拉克导弹锁定 所以他不得不采取规避行动远离了战场 直到他安全返回基地 他才知道 他成功地用音爆解救了英军士兵 这也再次证明超音速战机在低空飞行状态下 所面临的危险是巨大的 除了复杂的环境外 现代防空武器和雷达也是其重要的威胁之一 一架低空飞行的攻击机 若是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行低空飞行 后果不堪设想 更何况 如何控制音爆进行精准打击也是一大难题 毕竟 若是与地面部队进行联合作战 不进行精准打击 难免不会误伤友军 所以M25音爆攻击机的理论确实有些不太适用 当然M25项目虽然以失败结尾 但也不是没有其他的启发 M25战机的研发资料公开以后 还是引起了一部分专家的注意 毕竟用音爆当武器 是既能杀伤敌人 又不会给敌人留下开战的把柄 还能够达到冲突可控的目的 一举三得 于是为了论证音爆充当武器的可能性 世界上许多动力学专家都对音爆进行过测试 而最终测试结果显示 战斗机在超音速飞行时产生的音爆效果 确实能给人体和建筑带来损伤 而其在实战中也有所体现 比如在2005年的巴以冲突中 加沙地区的人民就饱受 以色列战机音爆弹的折磨 苦不堪言 以色列F16战机有时一晚上 每隔半个多小时就来一次 对此 以色列军官对媒体表示 为了阻止巴勒斯坦平民支持好战分子 有意派战机在加沙上空制造音爆弹 试图以巨大的声响来威吓恐怖分子 而这里的音爆弹 指的就是战机超音速飞行时带来的音爆 其威力 据巴勒斯坦的医学人士说 威力巨大的音爆弹 可以在瞬间让人浑身站立 不但两耳发麻发疼无法忍受 而且还会感受到眼花恶心和惊恐 有时甚至连鼻子都会被震得出血 更严重者 音爆弹还会导致孕妇流产 据不完全统计 当时因乙军音爆弹 就有30多位妇女受到惊吓而流产 而代产妇女流产比例 较至以往也上升了40% 我黎君记得 当时这事还在国际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 就连联合国中中问题特使 德索托都站出来说 这并不是对付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正当手段 而是在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的集体惩罚 他致函以色列军方 希望立即停止这种不人道的手段 最后 乙军也许是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压力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出现过音爆弹 而音爆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威力 往昔了说是因为次声波的存在 这一种小于20赫兹的声波 远远低于人类的听力范围 人们根本听不到 但这个声波频率却刚好和人体内脏固有的频率相近 如人体脉动频率一般为2到16赫兹 内脏的频段为4到6赫兹 头部则为8到12赫兹等等 而当音爆产生的频率与人体内部频率一致时 就会产生共振 从而造成人体内脏的破损致人死亡 二战时 苏联就称让飞行员驾驶战机在德军阵地上空反复进行超低空飞行 利用高强度次声波来袭扰德军 而到二战结束后 法国率先在声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1957年 法国科学家弗拉吉米尔·加弗雷奥发现 空调马达发出的声波频率小于20赫兹时 非常容易和人体器官产生共振 从而对人体造成影响甚至伤害 由此 他的团队制造出一个能发出次声波的哨子 当他们把哨子直径增加至1.3米时 发出的次声波甚至撼动了大楼的围墙 而声波武器除了次声波外 主要还分为噪声武器和超声武器 噪声武器是利用强噪声攻击对手的武器 战场上最典型的噪声攻击 当属二战中 德军斯图卡轰炸机俯冲时尖锐的呼啸声 它在一定程度上 摧垮了不少盟军士兵的心理防线 目前 美国国民警卫队就装备有此类型武器 叫做LRAD定向声波驱散器 专门用来驱散大规模集结的人群 或是注意美军的秘密尖叫噪声武器 可以用声波术来攻击对手 有效范围可达300米 而超声武器则是利用高能超声波发声器 产生高频声波 能使人产生视觉模糊 恶心等生理反应 从而使人员战斗力减弱 甚至完全丧失 它还可以用来定向扫雷 引爆地雷 水雷 鱼雷等 近年来 声波武器的研发与运用取得明显进步 如英国研制的超声武器 水下挖人驱离系统 能在水中形成较强的声压冲击波 可以有效探测和阻止水下挖人的靠近 被一些北约国家部署在重要水域或港口 但无论是哪一种声波武器 破坏的原理都是共振 而共振威力有多强 可能有不少朋友都知道 在19世纪的欧洲 就曾多次发生过 士兵骑步过桥 引发桥体共振 从而使大桥倒塌的悲剧 坚固的大桥都可以毁于共振 更何况是人体的血肉之躯 至于人体究竟能承受多强的声波 霍利君查了查资料发现 与人接受能力相近的狗 猴子和沸沸 在172分贝的高强刺声作用下 会出现明显的呼吸困难 有的甚至停止呼吸 而当声压级达到185到195分贝时 动物们就会在短时间内全部死去 经反复研究 科学家们普遍认为 当刺声波强度在140分贝左右 即使作用时间较短 也会引起人体内脏器官机能方面的改变 而当上升到150分贝时 则会引起人体内某些器官的病变 如果刺声强度超过150分贝 则有可能会导致人身亡 所以150分贝的声压级 就是人体承受刺声的安全极限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 人的耳朵最多能接受30分贝的音量 一旦超过了这个音量 人的耳朵就会很不舒服 同样长时间戴耳机听音乐 声音虽然没有达到85分贝 但这种环境下依然会损伤内耳细胞 所以朋友们记得要保护好自己的耳朵 好了 关于音爆当武器商人 大家是什么看法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君 我们下期再见